《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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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阳的一种牟手手段 他们能够送快点一个点个赞 从一开始一直是同工同酬 我们在生活上面跟工作上面 尽量帮助他们 挑他们能够胜任的工作给他们干 对于有能力的这些弱势群体 它也是能够发挥它的价值的 不要全部都是对他们好像就是要怜悯 要呵护 要关照 要照顾 其实这不是长久之计 最终的长久之计还是让市场来讲话 首先自己要有一份工心健身的一个收入 就是他一个农养人 他沟通不方便 工资低 在这边农养的健身人都是一样的 都能够互帮互助 然后工资又高 大家又很团结 然后又能互相帮助 跟那边完全不一样 经济收入从原来的两三千到现在 至少你总为四五千是有的 如果能够送到三百件或者是两百多件的话 一个月上万就有的 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在不停地更新 以前有好多东西不考核的 现在都在考核 交流不方便 他们通不上这个节奏 按门铃 他听不到人家回音 开门或者是回答的声音 他不停地在按 他就造成客户投诉 客户有时候打电话来 他接不了电话 也会造成投诉 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客户再想办法 两手应急的一个方案 如果客户不在 发短信 如果短信不回怎么办 怎么把这单号拍下来 发到工作群里面 由我们直战超市的工作人员 再跟客户打电话 去确认这个件到底是怎么安排 再去派送 第二个就是我们也配了专业的手语老师 日常工作中如果碰到一些突发状况 要现场处理的 由于老师到现场去处理这个问题 通过小半年来的这么一个磨合 到7月份正式的稳定发展 它的投诉量越来越少 因为投诉就要罚钱 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磨合的一个稳定期了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要开展扩张 没事 backstage 帮 Не 姐 дв 非 崩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